您好,又是鹿水青山,又是我A君 鹿的时候就是6月22日的夜晚 今次是一个特别新闻报道 是一个突发事件的总结 其实都不能算是突发事件 一件是有组织的严重罪行 是什么罪行? 没错,就是这个所谓200万三把工会联合阵线 和中学生行动筹备平台 在6月20日所搞的罢工、罢货的公投 为什么会说这是有组织的严重罪行? 当然啦,香港没有公投法 你的所谓公投,我都不知道你怎么点票 你什么系统都在搞什么 我相信你根本从头到尾都在做样子出来 是不是都在做些事情给人看 所以由于又没有法例支持 内里的系统又不知道做什么 还要加上一早已有内定的一个嫌疑 所以我完全怀疑这是保抑党的做法 不过无论如何 我们照样去讲讲这个做法是怎样的 事迟这个公投 找了些人来做事 主要是三条战线 第一条战线 当然要困你的中学生 咦? 诶? 困你中学生的谁? 大学生来的? 大学生扮中学生? 就是鄭紫朗,這個人渣,這個低財新,不知去搞什麼 現在在這裡困中學生,真是離了大帽 另外一條線線,公務員新公會 那個什麼?顏武洲,真是武洲洲 又要威,又要戴頭盔 做公務員就學人反政府 做 acting就以為坐到正 結果被人扔下來,現在在這裏地,就說是極之罕見 喂,大佬,和你一起扔的,也有個在做 acting 扔下來 自己做不到事,就不要拿其他東西來做擋箭牌 好了,第三條線線是什麼呢? 就是所謂這個,醫管局員工陣線,這個就威了 12號開始,就已經向全體會員發出這個意向調查 三線一齊來,我們看看中間就發生了什麼事 好了,三線一齊來,政府又做了什麼呢? 今次政府學到東西了,不會像以前那樣亂來 開始發了一些譴責聲明,還前後發了四次 聲明又說什麼呢? 那就說,近日有些有用心的人和組織 不斷使用各種手段,抹黑國安法的立法工作 散播失實及誤導性的資訊,謠言惑眾 企圖製造社會不穩定的局面 還有,針對這個新公務員工會 指責他們,公然鼓動,罷工公投是絕對不能接受的 還有,中學生方面也指出,校園是不應該涉及政治的 如果學校發熱的學生發起組織 或者慫恿學生參與活動,應該立刻勸指 以及如果個別學生是屢勸不改的話 應該按校本的吩咐和懲處機制去處理 好了,政府今次做事了,三條戰線都有相對對付的方案 好了,我們來看看6月20號公投的過程是怎樣 6月20號,嘩,靜茵茵的,沒有人的,又說投票的 沒錯,真是靜茵茵的 結果要去到什麼時候呢? 他們說8點鐘,這樣就截止 不知為什麼,大概8點鐘的時候 毛尼拉加湧出了一批人出來說 我要投票啊! 好了,講到明是8點鐘收工 近8點的時候才走了些人出來 跟著有關單位又怎樣呢? 哈哈,真是鼓勵不到,輪門任你搬,非常爛屁 結果就將8點鐘,原本是收工的時候 變成了9點 哎呀,不夠預算買人啊 唯有就叫那些人 臨收工的時候才出來充餐一下場面 不是你想怎樣呢? 不過搬龍門還沒算搞笑 最搞笑是什麼呢? 哎呀,夏依沒有空 找了些不是很專業的人士過來 在這裡辦公會會員 結果進去發現 哎呦,原來要入會才可以投票啊? 那我怎麼辦啊?夏依又沒有說 不要緊,龍門搬到一次就可以搬到第二次 我馬上給張表過來,讓你馬上入會 嘩,很有效率啊 怎麼審批的? 哎呦,不知道啊?我真的不知道啊 你做什麼的?不知道啊? 照入會啦! 喂喂喂喂 不要以為我不懂香港法例啊 不是那一行 是不可以無力拉間進去那一行的工會的 你們現在這樣的做法 已經有可能違反相關的法例的了 犯法這件事當然是一不做二不休的 話說就有一些無隻追生物區議員 就借出了他們那個區議會的辦事處出來 去做這個違法公投啊 其中一個區議會的辦事處 還發生了攻擊殘疾人士的事件 還把殘疾人士在輪椅裡拉落地下 然後互相口角 哎呦,連殘疾人士都不放過啊 這次真的有很長時間跟進啊 搞了大龍鳳之後 結果是怎樣呢? 咦我們說一說中學生 行動籌備平台那邊是怎樣呢? 總共有10101個中學生出來投票 不過原來實體票數少於五千 那麼多網上票啊? 我就不知道網上票真是假 不過我幫你計算 Sorry 還是不夠數去啟動這個罷課 10101算不算底線? 還沒算 30個公會加上的所謂公投 總共有8943票 距離你們想罷工的目標人數是多少呢? 罷工的目標人數是要6萬 哎呦 臨時加了那麼多新會員 都是8943個人投票啊? 你們真的要想一下你們的認受性啊 不過如果說到認受性 那就一定要學一下醫管局員工陣線 剛才說到 12號的時候就向到全體的會員 發出了一個工業行動的意向調查 結果收回來總共就厲害了 18556份的電子運卷 發出來了 收回來多少? 1171 大概收回來的回復率呢? 沒錯了 就是6.3%有效回復的 好了 調查裏面 是有多少人支持去參與這個罷工的行動呢? 沒錯了 總共有309個人 佔有效回復26.4% 至於不肯參與的人是多少? 哈哈 那就真的要看一看了 原來是356個 即是堅持不肯參與的人 是多於參與的人 所以我們可以做一個conclusion 這個的確是投票給罷工和罷課的role model 結果是怎樣? 很清楚了 我們也不用再多說了 好像這次綠水青山的節目又差不多 好 下次再有突發消息再跟大家匯報 拜拜